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华队只要能克服场馆一级稳定发挥 就有机会能帮中华队穿金带银 以赛代训 以战仰战 世界球后戴资颖一年下来大小战役不断 而来到亚运这关 他平常心稳定发挥 强大的实力也将成为各国主要低防的对手 与球选手戴资颖 平常就这样练习 到比赛才知道这个中间还有很多比赛 可能还是过几个大赛 就要再调整一下 其实那个场馆不知太陌生 每年都会绝比 今年去押运之前也会再绝比一次 所以应该可以先比较省略适应场地部分 小戴口中的产馆就是在印尼的史纳延体育馆 虽然他曾经在这里拿过二次金牌 但这个球场比赛时会有你封其侧封的问题 加上主场球迷加油声吵杂 又被众家好手称为魔鬼球场 外貌清秀 弹吐细腻 而另一位参加的女子选手白玉坡 上次跟姐姐一起参加人川押运 四年过后他变得更稳健成熟 不仅参加团体赛 个人赛也希望有所突破 不断练习强化技巧 不时得注意受不伤势 与球王子王子维也江或周天成等人一同出战亚运 去年拿下十大运男单金牌 这回亚运之战照着训练节奏调整状态 留意伤势 提升状态 中华语球团队在最后关头除了强化自己 更找来特殊练法 透过高台阶训练 让选手能适应多元打法 因地制一调整战术 中华语球喊出一金 一同目标 教练不给选手压力 稳着稳打让球员尽情发挥 闪耀亚运舞台 特殊训练